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這條影片就是想呈現我平時出門前是怎樣化妝的 一個很實在的get ready with me 今天因為穿得比較斯文 所以妝方面也是想配合斯文一點的衣服 而且不會像平時那樣慢慢磨妝 真的很正常,很日常地上妝給大家看 如果大家也想聽聽我一路化妝,會和大家聊什麼 然後最近用什麼化妝品去化臉上面這個妝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其實我化妝的步驟,我想大家都很熟悉 最近也拍了很多條化妝片 所以我也不一一講解 反而我就想一路get ready with me 然後一路講廢話 大家就會覺得這條片和平時介紹化妝品的片 都有點不同 因為可能產品用來用都差不多 三兩下手勢我已經用完遮瑕膏了 我最近一路都瘋狂地用這個suku粉底 因為我知道天氣一轉回比較暖比較濕 這個粉底一定不適合用 所以真的不好意思 可能大家會覺得有點悶 但是實際需要呢 我都真的要快點用多些這個粉底 畢竟它也不是特別便宜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感覺 上網很多人做粉底review 都會說一個字就是 我只用一粒米或一粒豆的份量 就可以塗滿整個臉的了 我真的覺得這句話到現在 我也是不明白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臉太大的關係 我真的沒試過 用一粒豆或一粒米的份量 就可以塗滿整個臉的 任何粉底都是 不知道是不是我沒遇過 一些用量這麼慳的粉底 我平時如果要用豆 我的份量是一粒殘豆 是不是我的臉實在太多東西 要用粉底去遮擋 臉實在太差 可能皮膚又不是特別好呢 所以這個份量就不可以用很少了 接著就到碎粉了 這個是Jeffree Star的 最近很喜歡一打開 那種味真的非常甜 它是那個 遊樂場的棉花糖味 然後呢 那些粉是不會白得很厲害的 但是呢 我看到有留言 有朋友就說 他們一些概念上 理念上的東西 令到他從此不會再買這個牌子 我還沒有時間上網看什麼事 那所以這個的話題呢 暫時我就 不能跟大家討論著 不過呢 我都一定會去研究一下 究竟他這個牌子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 令到大家對他反感 但是這一刻呢 我真的很喜歡他的棉花糖味 而且不知者不醉 我會盡快去參嘗一下 然後就開始畫眉了 唉 我的高低眉究竟什麼時候才能解決到 很多雜務啊 好刻認真啊 但每次畫眉呢 我都會 心裡 忍住一次 覺得 為何還不可以出去 畫修眉 唉 為何今天是這邊高一點的 咦 可以畫回去了 等我一會先 先 斜高眉 有沒有發現呢 我今天的聲音很沙 沒錯 我是剛剛起床 而且最近晚上睡得 不是特別好啊 所以呢 精神有點亢奮 會不停亂說話 接著呢 就打鼻影和收容了 這個 Kelvacorn的收容書 真的非常之方便 我會用這兩個顏色 現在呢 化妝用得最多時間呢 是哪一樣東西 其實呢 你會覺得 我很多化妝品 好像很開心的一件事 我用得最多時間呢 就是找化妝品 因為我的化妝品 唉 算了 我這個處女座都不整齊 大家都知道了 都是放得很亂 所以呢 有時候常用的 那些呢 我會很容易找到 但是心裡突然間 哇 今天很想用它 就不知道放在哪裡呢 就會用很多時間 突然間去找一件東西 接著眼影呢 最近最常最常用的呢 就是Charlotte Tilbury的這一盒 Pillow Talk Instant Eye Palette 裡面十二隻顏色 我都覺得很實用 其實呢 最方便呢 就是它Dore Mi 三隻三隻顏色呢 用來漸層 就已經可以出門了 但是我想示範呢 就是我最喜歡的一個配搭 就是會用到這三格 因為我本身膚色比較暗的關係 所以我用的打底色呢 都是比一般人深的 如果大家現在皮膚白呢 是用不著這個這麼深的顏色做打底的 這個基本上可以做一個小小的主色 但是對我來說 這個顏色是可以朝著去到我的眼種 是一個小小深碎的打底色來的 接著呢 我就會用第二格的這個最深的顏色 用來做雙眼皮的顏色的 也會把它畫到下眼線的位置 大約到一半左右就差不多了 然後最近我在Donkey買了一支很漂亮的 幻彩眼線筆 是我最喜歡的深啡色 它畫出來呢 不算是非常深色 比起我的Moderniner 是淺很多的 但是呢 也是一個很自然的深啡色 其實畫眼線呢 最大的秘訣呢 就是一筆一筆 好像畫眉毛那樣呢 逐條逐條這樣掃出來 那就不需要什麼 吸一口氣啊 然後之後不呼吸啊 要很小心工畫 不用的 你好像畫素描那樣呢 就可以畫得一條很平穩的眼線的了 還有我自己習慣呢 就是把眼線筆呢 這樣打平去畫 就可以很緊貼眼睫毛的根部呢 因為越畫得粗呢 其實雙眼皮看上去就越窄了 所以我自己習慣呢 就是由很幼很幼畫起先的 循例呢 我都會用這個深啡色呢 打在眼線上面的 這個動作呢 除了可以把剛才畫得很實色的眼線 變得柔和之外呢 就是令到眼線沒有那麼容易融的了 因為它粉狀呢 是可以做一個少少定妝的作用 所以有時候我不是要求它的顏色很飽和 很深 純粹是想印在眼線上面的 而下眼線這個位呢 我會印是因為想做一個一致感 那就不會上面突然很深色 下面沒有了 感覺了 之後呢 我會用第一格中間的一個珠光顏色 就會大範圍素在眼前面的位置 還有呢 是下眼線的位置 我不知道呢 是不是因為我太黑了 所以 不適合用全啞色的眼影 我一定要加一些珠光 令到眼睛有些立體感 不然呢 我就覺得自己整個人很暗淡無光 最後呢 我會用整個眼影盤最淺色的這個顏色 所以呢 大家應該會發現我很少 基本上是沒有呢 買一些全啞色的眼影盤 因為根本就不是我會喜歡的東西 我是喜歡一些 超珠光 之後有些金屬色 最好呢 就有亮粉色的眼影 這樣呢 我才會覺得那一天化妝呢 是我自己比較滿意的 一開始用頭兩個眼影顏色的時候 你會發現為什麼要這麼濃的顏色 為什麼要這麼濃的顏色呢 但是你之後慢慢再加一些淺色的上去 你會發現眼妝是慢慢變得比較自然 沒有那麼濃烈 沒有那麼橙 沒有那麼啡的 還有呢 這盒眼影真的是你日常 無論是什麼的場合 你上班也好 約朋友也好 約會也好 它裡面的顏色呢 實在太適合用 實在太容易 可以配搭到不同的妝 和不同的衣著 不同的場合 所以呢 其實我真的很喜歡 很喜歡這盒眼影 它的粉質非常之好 完全不會掉粉到處都是 然後很滑 很上色 所以我真的 暫時未找到它的任何缺點 很喜歡用它 然後呢 就到蜘蛛 最近真的很喜歡用這支 啡色蜘蛛 除了它的設計很特別之外 我覺得 啡色的蜘蛛 感覺上沒有黑色那麼重 好像 輕身一點的妝 然後呢 我就轉小邊的刷頭 都一樣呢 是 梳一次上面先的 可以做到一個 筋筋分明一點 然後長一點的效果 它這個啡色的眼睫毛呢 調色做得很好 它是深啡色的 所以它不會說 塗完之後呢 變成了淺啡色 很刻意的感覺 然後今天想溫柔一點呢 就用Charlotte Tilbury的胭脂 那這一盒呢 我真的用了 差不多年多呢 它完全連粒都沒有粒過 它是 明明拿粉的時候呢 你看到是有顯色度的 它拿完粉之後很粉嫩 但是呢 是完全好像在紙上拿粉一樣 它是一點都不會粒的 究竟我要何年何月 才能用完這一盒的胭脂 我很想這個Heat Pen 因為它真的很好用 還有其實我都用得很多 但是呢 它是完全無動於中的 然後highlighter呢 我會用Beckard的Moon Stone 有些人就說它很顯毛孔 但是其實我就不特別覺得 所以今天我特意 就想近鏡的時候 上這個highlighter 給大家看一下它 究竟顯不顯毛孔這個問題 這個呢 就是我未上highlighter 本身毛孔、紋理的狀況來的 那我呢 現在就 拿粉之後 然後直接上上去 我再上去多一點 今天去到這麼近 其實大家都不會看到 很大的顯毛孔問題的 它的光澤是超級美的 我真的超喜歡這個 Moon Stone的顏色 就算我這麼黑也好 它用都不會覺得很奇怪 或者是很白了一塊 它是很自然 但是很有效果 所以我真的 很喜歡很喜歡用它 但是我想如果本身 真是毛孔 可能粗大 之後你又很介意這個問題 它不會幫你 覆蓋到你的毛孔 純粹它是正常發揮出來 這個就是我對它的感想 然後我突然找到一支 很久沒用過的唇膏 那我都不記得 這個顏色是怎樣 我試試塗一下 會不會很奇怪 先看看 都不會 我覺得都算搭配今天的妝 這一款是Clay Deport的510號色 它質地非常非常滑 是好像一些霜霜一樣 完全不會顯純敏 它會黏口罩少少 但是一會兒用紙巾印一印它 它有少少顏色 其實就不會太嚴重黏口罩的問題 加上這個顏色是很溫柔的 很搭配今天穿得比較斯文的衣 平時如果我穿一些衛衣、T恤、牛仔褲 用這個顏色是格格不入的 所以它不是我每一天都會想起要用的唇膏 但是一穿這些斯文衣 我就覺得它真的很漂亮、很搭配、很有氣質 不出聲是可以騙人的感覺 好 今天就和大家一齊很快速地完成了 這個Get Ready With Me 一個很斯文的妝 我平時都很少有這些斯文的打扮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看 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禮拜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中午三點和星期日中午十二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我趕著出門口吧 Bye Bye